欢迎来享受政治,我是喜耀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新闻,请看一下 我相信看到了这个标题 不少的网民和观众都会破口大骂 哇老耶,四个月增加500亿国债 这个国家迟早破产 这个安华做么鬼哦,好下台啦 等等等等 所以这支视频我想要和大家分享 就是关于我们马来西亚的国债 以及这个经济的运行 所以如果你点进这个新闻里面看 你会发现到为什么我们的政府 这次要额外多举债700亿 500亿是新增的 这700亿当中 200亿是要拿来还掉一些已经到期了的债务 然后剩下的500亿 是要拿来还一些即将到期的债务 还有拿来填补赤字 或者用于一些发展开销的 到这个份上呢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观众会骂的 就是呢 这不代表说你是拿未来的钱还现在的钱吗 我们基本都知道呢 假设你是一直借未来的钱来补现在的洞呢 这将会是一个无底洞 永远你都填不满这个洞 对吗 按照我们基本的财务常识是这样 你不可能呢 现在欠银行钱你去跟这个大额龙还是跟其他银行界 然后来还现在的这个钱吗 OK 不过呢 我想要很诚实的跟大家报告 在国家的运行上呢 跟我们个人的财务是不一样的 国家的运行确实就是涨得如此 OK 在国家里面呢 你去借未来的钱 还现在的钱 你不够钱的时候 你去发债务 然后筹钱 然后拿来还于这个发展开销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因为呢 一个国家的这一个财务信用 跟个人之间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OK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最熟知的 美国 美国基本上呢 每一个月 他的债务呢 都是几乎用赵来做计算单位的 就是每一个月呢 这个国债就是一直一直的在攀高 他们也是一直的发这个国债 不过呢 基本上 对于他们的国力 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 因为 他们国家的财务信用够强 每个人相信美元 每个人相信呢 美国这个国家足够大 足够强大 所以大家都买他的这个国债 但是对于他的国力本身 对他信用本身 不会造成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OK 当然 套回马来西亚 能不能把一模一样东西搬过来呢 肯定是不能 不过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 基本上你去举债 来去还现在的债务 或者用来还现在的钱呢 对一个国家来讲 是正常的东西 在这里呢 你就讲了 哇 你这样就在洗涤了 对吗 哇 这个政府随便举债 你就不骂 不过 这里就是那个不过了 这样我们要怎样去评断 一个国家 他的举债 是否合理 这个国家 他的经济 就算是债务攀高 他到底有没有正常的运行呢 这里呢 我分享我自己会参考的两个重要的指标 OK 首先第一点呢 我认为我们要看的更多时候 是要看赤字 什么叫赤字呢 赤字的意思就是想说 这个国家 他到底有没有进入一个 入不敷出的一个状况 如果一个国家有赤字问题的话呢 就代表讲说每一年这个国家 所花出去的钱呢 其实是多过他赚回来的钱的 OK 所以一个国家赤字越高的话呢 就代表这个国家呢 他的债务就是会一直一直的攀高 那我也非常遗憾的跟大家报告呢 马来西亚打从1997年开始呢 就是一直都处于这个赤字的这个问题 OK 可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表 所以你会看到呢 赤字问题其实一直都有 而且呢 你也会看到在几个时机点呢 马来西亚的赤字问题是突然间标高的 其实那一些时段呢 也就是金融风暴的时候啦 包括这个1997年 或者是这个2008年的时候 或者近期2020年的时候 我们赤字都突然间咻一下 标到5点多到6点多百分比的啦 OK 所以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呢 安华执政之后 实际上赤字的问题呢 有没有慢慢的得到改善 那按照数据来讲呢 在2022年的时候 我们的赤字是5.6个百分比 2023年的时候 这个赤字是有稍微舒缓到5个百分比 而根据政府或者是像其他外国的银行 汇补银行呢 他们的研究表明呢 马来西亚2024年的赤字 应该会落在4.3个百分比 OK 所以意思是讲呢 从COVID时期 我们赤字突然的标高 到现在为止呢 这一个东西是有慢慢一点一点的被减缓的 OK 而我们也看到的是 其他的外国银行 像是这个小摩 他其实也有去称赞说 马来西亚在经济的一些方面 做得不错的 包括说呢 我们的这个企业 其实整体的盈利上升了10到11个百分比 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呢 这一个电动车的这个行业 政府有给予很多的奖业 或者关于近期这个针对性采用金贴 这一些事情 其实都可以给予我们马来西亚的政府 赚到更多的钱 那自然赤字的问题就会稍微的减缓 OK 我在这里没有要讲说 哇 这个安华就是超级厉害 哇 这个天下无敌 没有 但是我只是想要让大家看清楚的是 虽然我们是有借债 但是呢 你从赤字的角度去看的话 我们国家的这个财政能力 其实是有慢慢的在恢复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看的事情就是 安华有没有办法 在他执政的这几年呢 能够让我们的赤字 从本来COVID-19跌入谷底的 6点多百分比 然后直接上升到 可能一点多到200分比 实际上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呢 就已经比起之前的首相来得很厉害了 OK 像纳吉时期最厉害最厉害的时候 也是三个百分比左右 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关心的事情 OK 如果赤字可以一点一点的改善 就代表说 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一个国家的体制 有一点一点的被改善 这是我提到的第一个点 OK 第二个点呢 则是我倾向会看说 每一年我们国家的财政预算案呢 到底有分了多少钱呢 去做这一个发展开销的 那以2024年的这一个财政预算案来看呢 它这个发展开销 占了我们总体开销的22到23个百分比 这一个比例 其实是还可以接受 我没有讲说非常好 但是其实还可以接受 照理来讲呢 任何的发展中国家 实际上啊 它的这一个发展开销 应该要比起它的行政开销来得更加的高的 但是其实几十年以来 马来西亚的行政开销一直都是高居不上的 去到最顶的时候 我看到的数据了 像是纳吉 它的这个预算案当中呢 80一百分比是用在行政的这个开销的 意思是讲呢 发展开销只有19个百分比啊 OK so 我们要做的就是当赤字不停不停的减少过后呢 马来西亚省下来的钱 如果我们可以继续的用在我们的发展开销 去让我们的国家呢 越来越强大 不要把钱呢 只是花在一些呢 我们平时的这些这个开销上啊 像是我讲过的啊 像公务员呢 或者是像是一些官僚体系的这些费用的话 那我们就有机会可以用到这些投资的钱 越赚越多 那在以后 在未来的五年呢 我们马来西亚才有望呢 渐渐的让我们的财政越来越好 所以讲白了 我希望大家呢 不要单单呢 以这四个月啊 因为举债很高 哇 就要这个安华呢 辞职下台 像是我看到相当多民政党的领袖 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啦 也不想想他们当时候呢 在国政时期 为什么呢 不要直接下台 OK 直接营救辞职 so 以上就跟大家分享 我所知道的两个知识点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如果你赞同 不妨写一个 111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那这期就跟到那边 我们下期见 拜拜